1960年9月20 那是中秋節 原來那一晚我跟鎮甘中的驕債 坐公圖叫公 要給他一個中秋 後來他一直聽到我出現 因為那五、六點左右 我跟鎮甘市跟尾田教室的人 因為印刷是一個不負責發表的 台灣人民持久雙案 讓警察聽到 有些人去世 這裡的小孩 無法就是大小的家庭 他就是更知道那些小的家庭 我是出生在一个小商人的家里 小商人也是地方上最大的一个杀货店 原来我们是做糕饼 后来因为一次火灾 后来就把整个菜市场统统烧掉了 所以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再重建 重建了那么我们就得到最好的位置 就是最小路上的盒子 拿去尼尼三家店大家都知道 我就是住在老店 都搁你了 都搁了 来来来 好 其實開始的歐洲 就是我當地拖帛 還是順著人 他就来喝酒 他就来喝酒 喝酒就去买土豆 然后再吃 就开始说故事 所以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这里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看这个你影响 他那时候都站起来 对 翁进 对 翁进 保安医 这就是我的古党 所以我要看 所以我们社会影响 就是古党来看 对 对 所以大家都有 那个苦党 大家都有分担到 对 有感受到 对 对 住在这里的人 自然就有那个石器味 就是我刚才我刚才有带去看 一个小医师小龚哥 他就是 二十多天 就是 那个 羊脔 走那些味 所以 走到他家的味 有很多时间都要去 要去 鼓励 我們剛才對面面對的就是 義林、仁侯宮就是媽祖境 學過後就走到那個酒塞去 所以我一直最好的別人就是酒塞 那一直覺得威懇 覺得威懇就怎麼哭 南酒塞哭 童姐 出來了 童豬 出來了 出來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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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下來了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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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盜 《文废公 digo生的李宗盜》 《文废公道的民众》 《文废公监督》 《文废公典》 《文废公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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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些同學會拜託我去考 代考 那我们那个时候代考是英雄 台中一中公认的是自由学校 自由风气 他不会逼你去参加什么救国团 不会逼你去参加国民党 不会 他从来没有 让人家每一个人发展 所以在各方面都有成绩很接触的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舞台人初五中学 有这次比较十 我们以后我们平常在讲话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用这个话 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考试准备考试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在长大 可是我有时间去看这些东西 因为环境的转变 碰到一本很奇怪的书就是这一本 这个《如烧残飞如》 这个他在历史上他有地位的 他是有地位的 那么他对生活方面批评也很多 我们乡下小孩子的想法 跟那些 跟《如烧》那个时候思想最前进的那些人的生活 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我的生活 这个很多想法就很 变成很开明 然后我就接着看 花国的悲惨世界 巴黎的地下沟的这个沟灶 他们都出来 人怎么缓 在历里边的生活 还有那些苦工 这个秋花的苦工 这个东西都写很多 我才了解他们的战场在哪里 我自己所以很多 我台座学毕业就到台大 我是读法律系 法律系的大家都很优秀 魏丁草是我同学 那么为什么跟过去魏丁草特别说呢 因为我逃课 逃课到图书馆去看书 我奔到魏丁草 我当初大概有一段时间 是经常碰到这个 印海关教授 我半夜去找他 所以魏丁草找我去 白岁库部是在五十年代 大家都知道 那个我们进来台大纪一九五四 中间我们进来 那么进来还在抓人 我们经常看到那个 那个门一封 从前面的路一封 对象书类的书类 前面一路一封 后面一封 就进去抓人 我会说要自大这个到自大去的就是会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主权的问题 那么还有民族主义的问题 那么自大在上这个课 真的很认真在上这个课 那么自大研究所的教授呢 是过去中国这个国民党在撤退以前就很有名的 王英武来劝我研究贪污问题 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是当初的社会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们都很科技 他们都年纪大了 别人一直很麻烦 可是呢 他们都知道问题在哪里 警察一下子就抽上来 他一圈就打在我的胸口 我们好像做了一件事 所以还是失败的 你都准备要去坐楼 所以你有这个角落嘛 所以我就感觉 我感觉痛苦什么的 感觉没筛 然后再来出这件事 感觉真没筛 就在1964年 我看那个社会太沉闷了 小男孩就是来来来来台大 去去去去去美国 都朋友都走了 我是说 这个问题在台湾 你去去去美国做啥 那个是1960年代 那么国民党政府到台湾 它已经十多年了 还说是台湾的 不是 中国的唯一的核发政府 说反攻大陆 那么用这个名义寄出解厌 那么大家认为这个社会不对了 因为政府回到大陆的机会 完全没有了 大家在我家里谈论的时候 大家都一见一见 所以我跟谢聪明跟魏廷朝 我们说 我们天天在这里说 社会不对 什么不对 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这个整理起来 所以哪一个地方不对 这一篇文章 就是写一篇很简单的道理 来说明台湾当时的情况 那么我曾经写两次 一次是很长的一篇文章 论文 那么彭先生说这个不是论文 这个一直要让大家通俗的东西 所以我就改写 改写用宣传的文章形式来写 写得很快 没有几天 没有几天 因为彭先生说他学校很快就上课 他没有时间用在这个地方 那么文天朝他也有他的研究计划 所以我就没有用很多时间去准备 没有 所以实际上就是这样子赶出来的东西 文天朝是为什么会跟彭教授在一起 是我带来的 我带来就是帮忙 帮忙这篇文章 这是资旧运动宣言 所以我是没有 没有逼二手我不拉着 我都连原稿都烧掉 马上烧不掉 这样子很景色 我不敢放在房间里面 那个很麻烦 就将来 卡尼卡要几落的 那么原来我们看了 看哪几家这个印刷厂 印凡色杂志的这个印刷厂 那么这个 好事商事的印刷厂拿进去的 他们都要看 先读为快 我说不让人家看 就是考卷 我说要印一千张吧 老板也有感觉奇怪 这个考卷怎么要印一千张呢 认可不可能 想画这次辰 exchanged じゃあ找这三人 小条坑才是高 不在这庄 去售腾那时候的 业不是现在 不是庄的 是浅的 业 老闆是不认识子的 所以老闆就留下来 他赚这个钱 赚这个贡献 大家都知道 可是那个时候 他隔壁有一个中学生 中学生在那边 他大概跟那老闆很好 所以跑去看 跑去看 那么魏丁导大概也没有很认真的把他赶走 可是那天早上刚好我家里那边有事 我又出去 所以这个看那个考卷 都是魏丁导在看 那么魏丁导说中间他去小便 那个小便的中间 那个中学生就进去拿了衣服 那个一份呢 那个老闆叫他交给警察局 我事情办完之后 我回来 我回来的这个 这个已经 这个东西都被拖出去 可是我们不知道 那么当初印刷的时候也发生问题 故障很多次 故障很多次 所以不能按照时间印好 不能按照时间印好 可是还是印出来了 还印出来 然后我们把东西装好以后 穿到箱子里面 正好又印出去了 印出去了 我没有马上离开 我在那个船上 睡了一下子 因为太累了 然后他们运出去以后 回来 回到离开 所以我们一起要走了 我们一起走 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学生找来的那个 那个警察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一下子就冲上来 警察就冲上来 警察就冲上来 我 但是我也是刚刚满打 他一圈就打出来 打出来 打在我的胸口 一圈就打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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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我们就被捕了 就这样 那么被捕捕到哪里呢 他是原款的分级 然后原款分级再送 央民山的警察 警察营区 警察营区 所以那个地方 我们接收他们的 这个是 这个讯问 我没有说 特别说 感觉失败会怎么样 还是别别 很通风和啥 还是 跟他们说 这些朋友 就这样去抓去说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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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送到那个 当时这个 台大法学院附近 金总的 支隆所嘛 那么他们 也是送到那边去 都我们互相 没有办法联络了 就是每一个人一个房间 那么我没有受到什么 这个虐待了 不过他们来这一次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虐待 这个 这个就是第一次是比较 客气了 对我们的兴奋的关系 对 我的部分呢 是比较好一点 他说我们主要是对付彭先生 要我摇彭先生 讲明了 我们目的是在对付彭先生 他不应该找 叫学生做这种事情 所以他认为 错就错在彭先生 他认为 我只要轻轻摇他一下就好了 我不回答 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 没有回答他 接受或者不接受 那么他 他看完我没有回答 他就打来吧 一圈就打来 我被绑在小船上 打吧 打的小都烂了嘛 那个皮跟那个 那个裤子连在一起啊 然后他们再去拿什么 一个药水 把我轻轻的把裤子洗掉 他目的就是问 问简单的 最最简单的是 这个是 这个文章是谁写的 那么 他认为这个 有人替我写 台湾人不可能写这样的文章 那么是谁写的呢 他们认为是 英台湾写的 英台湾写的 后来想一想 后来我一直讲 不是英台湾 我就是说我自己写的 我那篇文章判十年 那我一天早 我叫他来帮忙 所以八年 就是他们两个八年 我四年 我三来这 是 在保安寺三来这 三来这就是 要受太败 同样的我 我住在第六八幅 那 卫天早在第四八幅 薪包 薪包之后我就三、我就三岸 哇 《國際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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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在這裡呢 我就當外遇 圖書館管理員 所以那個時候 剛好有一批 從綠島回來的政治化 我每天找一個人來做譬如 十幾年人家的經驗 我都學習到 彭先生說他認識 美國大使館的官員 他要把這些關在裡邊的名單 聖志願的名單送給他 所以我在那邊就收集 收集聖志願的名單 他有一個洗衣工廠 洗衣工廠他經常送東西 每個禮拜送衣服出去 然後再送衣服出去 他把那些信夾進去 送出去 然後我又救了一個人 救了一個誰呢 哈威大學的學生 他是在學校的時候 所以我去參加示威 然後他又到日本去 日本又在日本參加示威 然後被人從日本抓回來 抓回來關在裡面 關在裡面呢 我告訴他 你寫一封信給你的校長 這個示威是沒有罪 給你的校長 說你因為參加示威 而被捕了 後來他就寫一封信給他的校長 我給他轉到 轉給彭先生 彭先生轉給他們的校長 後來他們的校長救他 我覺得我們坐牢 可是我們還是救了一個人 這樣 因為我已經回不去了 因為我已經回不去了 當時我回不去就是 他把我看得很緊 他把我看得很緊 那個就是一個政治法 他把我看一個很緊 而且他是幾輩子的 他都是一輩子看住的 所以我沒有回頭的遺體 實際上他對政治法 就是這麼嚴酷 讓我覺得這個沒有回頭的遺體 所以我就幹到底 就是這樣 這個痛是真正的痛 我不相信會消失 開始這個 這個台獨聯盟 在國外是 他主持一個宣傳 後來他們決定 決心要採取暴力 那麼就是由顧寬敏 成立一個爆破委員會 爆破委員會 誰負責了 許世凱負責 那麼他們送了兩包來 一包是給陳一松 陳一松的東西 陳一松的東西 沒有放在羊 他另外一個羊羹 他是目標在 可能在我 我不知道 可是我姑母就沒有收到 這個就問題 問題就在這裡 我姑母就沒有收到 也不知道這件事 他後來 他就來抓我 那麼他們就把 美國新聞處跟美國 新聞處爆炸跟 美國銀行爆炸 通通架在一起抓 我是在我住的地方被捕 他們抓捕以後 他說講 他知道不是我們幹的 所以他認為李敖知道很多 把李敖抓進來就曉得 他要我抓進去 要我咬李敖 要聊兩個字的 兩個字的 兩個字的 所以兩個字 我就 零二剛好兩個字 所以我說就是李敖 那零二是蔣經國派他回來的 所以他們嚇了一跳 說 說 被零二騙了 他們認為被零二騙了 其實實際上是我騙 不是零二騙了 這次是李敖 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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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肉肉的暴力 他也知道跟我科技有沒有意思 開始就排出一圈就打過來了 開始 他大概有一個叫 我叫他凤凰掌子 就是把两手扣在后面 用那个手扣扣起来 连起来的 然后变成叫背宝剑 然后他把我旋转 一旋转呢 旋转叫他们叫 我给他一个称呼叫做 凤凰掌子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姓 我两肩 两个肩脱臼 我们要先热敷 先两边肩膀 肩膀是什么问题 肩膀是两肩脱臼 那我们先做热敷的动作 然后怎样的电梁跟简单的运动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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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痛苦啊 那个很痛 所以就是 他就是这样子来做 我 他在的布安厨 我殺死就被牽涉 那樣拔麵 拔麵聲音提供 就是從我用行的開示 那個界庭 我都當大師傭 這時候是我界鳴的時候 日本人要回去 他就帶回去日本 他就帶去日本的 日本的部署不停 所以上去美國的部署 在紐約泰宇宣傳出來 他就掛藥了 藥了掛十個月 那十個月因為走路這樣不方便 我就明天只聽了 聽了很多條 我就包 包 就出了那個碗菜 會傷害得少 所以比較不會傷害 對 有一天 我們家是一直老 我們二樓是永遠都關著 我們不從公共樓梯上去 結果有一天突然有人 在那個二樓外面公共樓梯的那個門 不斷地敲門 那我們想這個人大概敲錯 我們就不理他 就敲了很久 後來我跟我爸忍不住 就開了門才發現 雷正先生站在那裡 雷正先生非常的高 然後我們就嚇一大跳 然後雷正先生進來 就為了什麼事情 就是為了謝先生的事情 然後他坐下來就是講說 謝聰明先生可能會被判死刑 叫我爸爸想辦法要透過那個 叫Amnesty趕快營救 這間 這間就是我住的地方 這門打開就是一個濕氣 臭腹又濕氣的 從臉來 那臭腹就讓我又不可以穿去 因為我一陣子有痠 所以我一陣子就不得服氣 那之後 我當然是第一個禮拜就要穿 穿房間 因為蟑螂就有什麼 一些糖 有的沒有的糖 沒有看到的糖也有 在裡面 我就做那個糖就要穿到 穿到 還有蟑螂就散了 還要打 還有門擠起來沒空氣 沒空氣 所以 全身都冷 所以不想要切 不想要切冷 所以 不想在流水 晚上也有那個鳥翅路上 這樣走來走去 阿妹妹常常跟我說 說他送那個衛生紙 送很多衛生紙進去 為什麼 他睡覺的地方非常的潮濕 他必須在他睡覺下面鋪衛生紙 但那衛生紙一下子就失掉了 然後後來他的身體打敗 所以我爸爸也一直想辦法 要把藥子送去裡面給他 要怎麼建議制 就是看書 我在台台的生 那時候 教授的時候 很高授 他是出名的那種 史經的創家 他說 他可以介紹的東西 真有限 所以他就放完看兩本書 一本是資地通告 資地通告有十幾本 他說 我如果要做生地感受 就無論如何就要去看資地通告 那一段時間後 我以前覺得說百度痛 那現在那個百度痛是幾百度都痛 我如果吃到燙湯 吃到燙湯 吃到燙湯就 送一些雞湯來吧 那魚的 魚的湯吃到就都會痛 痛得厲害 所以他這醫生就沒辦法 他就送去國防醫給他 國防醫給他 國防醫給他 他送兩個國防醫給他 最好的為中科醫生 看我來說沒有鼻 他跟牌去給我 會痛 我如果他跟牌去為我會痛 百度的會痛 他跟牌去痛 我就要送精神鼻 所以我就真的做事 後來就是1973年 是燙湯或者是Tina 我不曉得 反正是跟我先生提起來 說從日本 徐世凱那裡 就是徐世凱的太太 剛剛好是我先生的表妹 所以是他來跟Tina聯絡 說有一位謝聰明先生 現在非常非常的病重 可是就不能得到保外就醫 那他這個病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可能一兩個禮拜 要是沒有處理的話 很可能就沒有生命了 我們一聽就很急 那我先生就說 我們說我們在這裡 能夠怎麼幫忙 那後來我們就想起來說 他就說這個幫忙 還是要政府能夠許可 能夠讓他出來 保外就醫 是要政府能夠允許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走 政府這條路 所以想想看 那個紐約的那個senator 叫James Buckley 他是共和黨的 而且跟這個 我們的政府 當時的政府 是非常非常和好的 非常close的一個senator 我先生說 要找這個跟國民黨政府 很要好的senator來講 比較有力氣 所以他就說好 那我明天試試看 能不能跟他的秘書聯絡 所以我先生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他們現在是很重病的情形之下 希望senator能夠通過你們的大使館 然後來跟最高層的反應一下 看看能不能讓他們有一個 外就醫的那個 起碼呢 不是減刑 而是讓他們能夠維持他們的生命 沒有兩天 他就寄了一封信給我 就是senator Buckley 親手簽的 給他們的 在這個台灣的大使館的這個大使 就說你一定要去見最高層 然後表達我們對 就是這個senator 對這個政治犯的身體健康的關懷 所以有病的話 要讓他們即刻保外就醫 後來沒有多久 所以我就從日本傳過來 說他們得到了 就是特別是謝先生 得到了那個保外就醫 然後我就鬆了一口氣 之後 那個家家真不愛好 跟人沒有人說話 包括人沒有人說話 所以我和說話的人也沒有 沒有人說話 所以我當時 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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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 這個人也沒有人說話 沒有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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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的聲音 都沒有在聽 黃旭月餘 競爭下獄 初 淮陽獻王舊 三婆 青橋無形 我印象最親的是 他最後終於出獄 然後來到我們家 我們全家都坐下來 這是我們從小聽到大的人物 我們幾個都坐亂 但是要跟他講話 我發現說 我們爸爸 跟他講話 他要看著我們每一個人 找是誰的嘴巴在動 就是說 他被獨自監禁太久 他甚至於失去 那個 對聲音辨別方位的能力 那時候我就覺得 好感慨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到 獨自監禁 還有這樣子的身體上的一個 剝奪跟喪失啊 實際上 潮流就是這樣 對 我們是在1980年12月在一個朋友家的家庭聚會認識的 然後他到美國 他是要去向那個國際特色協會的人致謝 所以就順道紐約來 那剛好那一年 美麗島事件發生 那他就變成黑名單 就不能回去了 認識他以後就覺得他還樂觀 就是他不會很恨那些曾經跟他施暴的人 就是那些國民黨的親自人員 他好像也沒有說很恨那些人 他覺得這個是一個國家制度的問題 我記得我們剛結婚搬到洛杉磯的時候 特務就會去 在我們四周就會去監視 然後就會趁我們不在的時候 就問我們那些美國鄰居 就做那種調查這樣子 那後來我們搬到佛羅里達 我覺得我們搬去的地方 就在我們的臥室他就會打BB槓 就是在跟我們警告 然後那時候我小孩子還很小 他就半夜都會打電話 然後就不出聲 就不出聲 然後就這樣子一直騷擾 那後來他有一次我們 我們那時候也去經營一小段時間的旅館 他就在旅館外面放那個炸藥 美國小豐豐絕不敢輕易這個做子彈 所以這個告訴我這個是大流氓 談談這是台灣的 這種越獄的事情 也只有我知道 這個是 這個是當初我不能回來的原因之一 所以當初也有一個機會就是 喜新人他們來找我 希望 希望有機會東山再起 後來我說我們 組織一個防隊長回去 所以這個是海外的運動 而且海外有一個力量 我們這個運動呢 就在哪裡 就在聯合國前面運動 那聲勢很壯大啊 本來是一個地方大的活動 本來是地方上的活動 本來是江南事件的人權問題 那一下子轉出國際人權問題 誰都不會想到 這個東西怎麼會變成 變成台灣的一個民術運動呢 謝松敏昨晚9點20分抵達中正機場 民進黨發動了200多人前往迎接 謝松敏曾經因為台獨案和美國商營爆炸案兩座入聚 一度被政府禁止入境而滯留在美 在今年間他曾經和陳婉珍試圖闖關 但是仍然被強制地解除境 謝松敏流亡10年 這次因為謝茉莉患了老人痴呆症 而獲得政府准許反過探親 送到家鄉親朋好友的迎接 謝松敏在機場並且發表簡單演說 他表示台灣在檢驗之後 政治已經有明顯進步 他呼籲大家共同維護民主進步 全力就是生死來的 全力就是生死來的 國大代表 那他很天真 他就以為他要拿一個大升工 然後去市場什麼叫一叫 然後讓人家知道 有一個這個人要選舉 所以我回來幫他打基層 我們都假設台灣是一個法制社會 可是沒想到 我回來居然是到處以暴力相向 就是台灣 尤其是在這個地方 我被打到這個 打了哄了十幾針 背後哄了十幾針 用什麼東西打呢 用那個豬頭餅打 找那些十六七歲的小孩來打 就這樣子 誰做的呢 是我的同學 所以整個 所以我就創造了一個名稱 叫做黑道治天下 在立法院提出一個法案 是要懲治保隸 是要懲治保隸 那麼當初我講了一句話 我說 他說如果政府管不了槍支 那很簡單 你把槍支發給平常的人 為什麼只有黑道有槍 平常的好人沒有槍 為什麼 所以把它發下來 看誰的子彈比較正確 但是立法院通過一個法令 就是拉槍 就是死刑 看到社會的不公平 他這一方面很願意細心來講話 他不怕這個修林 這個批評 他有什麼不公不義的事情 他都願意這個 不顧自己的厲害 願意講 一樣講出來 這正義感 這個非常強烈的一個人 他說要追蹤那個拉法院建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他的追蹤法 跟別人一定不一樣 一定是抽絲剝繭到 為什麼會有人跳腳 總統府裡面都說 我不要辦 老法院 我不要辦 你想想他 他就很顛倒 我就 他本身從事不高 我就知道 很多事情都是 白白說白白說白 所以我 我有所謂 你這裡說 那個人說 總統府都說 我這個 我這個 那個拉法院 這個暗 是豪小的 齁 所以 所以搞那個程度 但是我不怕 查那個拉法院的事情 都是 都是在那邊緣 都是一些邊緣 他沒什麼事 他沒什麼事 欸 我這是 去到法國 就是這艘軍艦 貴得嚇死人 一艘要新台幣2500多億元 台灣一共向法國買了6艘 當初福報的佣金 就將近4000億元 平均一個國民 要分擔200多塊 現在這個局勢 矚目的軍購幣案 又有最新發展 瑞士新台銀行 查到了汪傳普的兒子 帳戶內有一筆 將近新台幣48億的存款 可能就是拉法業界的部分佣金 而這個帳戶 目前已經被凍結 而這個帳戶 台灣跟法國方面 也開始了司法角力戰 過去說 他說我們沒有 他還考慮這個政治力夠不夠 那麼現在已經充分的事實 排在這個地方 那麼這個 我們應該就立刻就採取行動 但是自從反對黨有了政治資源以後 應該就不是那麼辛苦 但是他的個性是沒有辦法去迎合一些人 就是說不那麼圓滑 所以他政治上他就比較會吃虧 他沒有辦法去享受 人家現在有的成果 人的生命裡 讓我再活下去 我覺得他是一個不屈不腦的人 然後就像聖經講的 走過子因有果 然後這個還是不被恫嚇 然後堅持到底 那經過那麼嚴重的精神 心靈跟健康的摧殘 很多人大概就會覺得 就歸影山裡了 他還沒有 好 我應該也想的 我一生啊 感觉最亏欠的 就是我对太太跟小孩 小孩我没有时间去找我 那么如果我有什么弥补的计划的话 因为我已经八十岁了 过好幸福的生活 我不再管这些很多细节的事情 他全身痛 然后你知道他现在在洗肾 那洗肾也是因为那时候再建议被刑囚 所以他只能靠吃止痛药 很强很强的止痛药 几十年下来他就肾上就坏掉了 那坏掉了以后他洗肾 那洗肾以后他又有后遗症 就是那些旧伤又会痛 那现在他走路也不能走太久 也不能走太远太快 这个都是一些内伤 那还有他心灵上的一种创伤 那个恐怕也不是药物能够解决的 走过那一段 你就用比较开朗的心去看 自己曾经走过的路 那当然这个过程是很辛苦 你就把它靠着信仰 你就把它当成上帝给你人生的历练 而且我感谢上帝给我一个机会 承担的机会 差不多是了嘛 然后又给我生命 让我来做这个事情 为他的朋友祈祷 耶和华就是耶伯从苦境转回 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 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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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